彰化西湖有一辆报废老车被民众称作最废神车 它之所以神是因为它停放的位置 位于道路转角旁边又有针钩 公所为了要防止骑士转弯的时候掉入这个水沟 在今年初就特别用防撞柱圈柱成为缓冲区 没有想到这个车主竟然就把报废车直接停进了缓冲区 无疑是在挑战工权力 尊购旁缓冲区围起一圈防撞柱 一辆报废老车直接停在框框内 一停就是两个礼拜 民众好奇车子是怎么停进去的 还被当地民众称作最废神车 我看着我们的停在那里才做 我都做好 还没有一个半 它就水车卡了 只要你停车就是很明确 你还敢停车就没来用的车 照片上传脸书忘了直呼太瞎 是最坚强的停车堡垒 别人想停也不一定停了进去 根据要解车主市民报废车业者 疑似不满西湖正公所 击查报废老车霸占车位 因此故意找来掉车 把报废车掉进缓冲区内 证公所表示 为解决市区停车问题 击查办长期霸占车位的老旧车辆 目前已锁定56步 至少可以清出30个车位 缓冲区内该补神车 正公所已在挡风不离上 贴出处理公告 若车主在5月2号前不移走 正公所除了开罚 也将代为脱掉处理 记得戴着帽 彰化裁缝导 人员说